第七場三班一千米又是預期會有一點冷卻的賽事 我選擇8號的辣神鹹頭 配合大魔這輪的攻勢 這隻馬上星期才跑完輸給大超班很神操贏的福日 以這場跑人的勝利風範,看見這隻馬已經到達了 前一次,他與奮鬥同心和無敵勇士同場 這次三隻我都有選擇 當時奮鬥同心,都是一個馬位左右到終點 這次的蝕底座會撿過一檔 無敵勇士撿過外檔 拼他衝衝再跑,故意縮下來一千 又打王牌上陣 田泰安停賽復出,這次應該又有東西看 希望這隻馬一檔不要放空來跑 衝衝再跑的戰意是好的 13號的無敵勇士,都是比較早熟的馬 難得這個馬房 早熟幾場都保持穩定的表現 剛才也看過,同奮鬥同心,辣臣同場 他跑了這麼多次,都是撿內檔 較為不利的檔位 這次反而撿過12檔 應該會相對熱一點 但希望我沒有12檔 突然變熱就走樣 史卓鋒之前也跑開了 希望這次有機會再在這裏 4號的奮鬥同心 我只是覺得他是一隻前景不錯的馬 但暫時表現真的繁複些少 上次就陳家希輕榜贏了 這次會交到12檔 用回蔡明少炮 我猜他要再跑一下就會好一點 應該長遠都上到2班 但可能需要時間去適應評分加幅 難一點保持穩定的表現 但你計算他之前 開始跟韋少寶當家喉行的2班馬 他都輸3個多人身位 再計算之前 他都試過輸1個多人身位 那你說是否完全走樣又不是的 明次上他又上不到名字 但夠不夠端一場就贏到馬 這些馬可能就難一點打一搭 6號的全勝 上場是少少失望的 雖然那組都整排馬衝過終點 他貴內真的搏了多少 1200又搏,1000又搏 我自己對比之下 覺得他1000比1200 今次就縮下來 有個外檔給他 舌欣又是跑慣跑熟 但用得6滴搏多少 我自己覺得他今場最多都是搶腳 但每次都搏 希望可以頂上這樣鋪 今場我搏了衝衝再跑的辣神 正路的13號無敵勇士 4號的奮鬥同心 和6號的全勝 5號的第一 1號的1號 2號的3號 2號的3號 3號的1號